最近的各位领导 各位嘉宾 欢迎大家零零上海的 东窗游戏体验中心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 我们今天定出席的活动各位嘉宾 或者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 花样游泳 运动健儿 黄雪晨女士 我如果评价自己的话 用运动成绩的话 确实是中国花样游戏上的最佳 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获得了 集体的第三名 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时候 是双人获得第三名 然后集体获得第二名 2016年的时候 两个项目都获得了银牌 到这一次东京奥运会的时候 也是两个项目都获得了银牌 总共自己获得了七块奖牌 3 2 1 好 我们点个赞 拿一张 这一次的话 参加完奥运会 球运会 其实自己是真的要退 谢谢啊 拜拜 谢谢啊 过来点衣 这边都是我的奖牌 奖状 荣誉证书 这块是08年奥运会的 当然它现在已经有点油渍斑斑的 然后有发霉的 因为一个是压在床底我保存的不太好 一个是当时因为第一块嘛 周边邻居啊都蛮激动的 然后大家都会想要摸一下 揉一下这种 这是惊艳的 但其实也已经有点磕碰了 它基本上一磕就是 就是一个印子那种 每一次比完赛下来 其实都是重新起步嘛 所以我就会把它放在床底下 然后有需要吗 就打开看一看 然后理东西的时候可能再回顾一下 那没有需要的话 其实我自己的话去 不太愿意去回顾这些事情 因为当游乐园真的还累 我今天里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我有小学毕业证书 我一直就印象中 已经不记得小学毕业证书这件事情 我一直只记得有大学毕业证书这种 在当时很小的 当时我在游泳队呢 当时是十岁 那个时候先练的游泳 然后当时游泳队的教练 在跟另外几个女孩子说 游泳队用这个项目要不要去尝试 然后被我都听到了 然后完了之后 我说我也好奇想去 我当时对花园的了解基本是没有 教练也不了解 当时就只知道是在水里跳舞 但并没有想到会那么累 那么苦 像我的话是15岁的时候去的国庆队 16岁的时候有一个世青赛 然后单人也是天时地利人和吧 这样运气好 就真的是战胜俄罗斯的 然后07年就上了国家队 就跟着国家队去比的世青赛 08年是属于真的是小队员 就是初出茅庐那种 12年的时候 其实因为比过一家奥运会了 就没有那么大压力 然后纯粹的就是想动作就好 然后16年的时候 已经是作为老队员去的了 如果还好 它到2020那个东京奥运会的 其实算元老级了吧 您事到NER kam 您发现了 好的 不要停 停,继续,50个,40个,60个,不要停 多高了? 64 15 说话小一点 你是姐姐,是妹妹? 是妹妹 我发音乐,等了个人一起 手,手,手,你们走上来,手贴在哪里 眼睛睁大 往后,往那边走 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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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表情 你怎么搞的,不要摘了吗 你怎么在那里,最表情 四大在推手,等下三就推手了,三晚一点,所以 换完游泳的话 它其实是需要打 基础是蛮久的 你要会跳舞 要会游泳 然后有时候还得会一点音乐 你所看到我们呈现的比赛的动作 是靠了很多很多年来 怕它练出来那种 后腿扣到前面来 明白吗 不用做团伸下 就现在在为做教练做准备 自己能够多学一点知识 然后可以再去好好地带队远 恰恰 你这个做的时候 膝盖伸手 我求婚了 太完美了 我完说有脚步了 金金做你的呀 不要去笑恰恰 我是一直很喜欢做教练的 不过运动员看到他很怕的 对呀 至少是这个要知道 他的大嗓门把他们正直的 出去改 然后上次就不要晃 有的孩子念到后面 你发觉有这个脚步 那你教练会在他们手上 用更多的脚步 目前还没找到第二个 前无古人 后无男子 可能要等一等才有男子 最近是没有的 目前没有真的没有 像他这个条件各方面的 还没有呢 他非常努力 真的非常努力 无那头巴 你蹭着呢 你记得了 你又蹦进来 嗯 脚不要往后压 金金 表扬一个 表扬我不是你们俩 哎呀 恰恰你的脚背啊 金金听到我说了吧 你脚还是这样的 还乱了呢 好了 去烧牙了 其实刚退役到现在的话 也是把重心放到家庭这一块 因为还属于假期之中间嘛 抓紧时间多陪陪孩子 确实缺失了很久 妈妈给你拆一个新的 顿头发好不好 好 好了你涂吧 涂嘴巴 就之前完全就不能接受 我在他旁边待着 因为他觉得不熟 他觉得做什么事情 都不想给你看 做运动员 特别是妈妈级运动员的话 你确实很难 做到两边兼顾 当时国家队也跟上海队沟通过 如果可以的话 希望我能复出 当时的话 自己会很矛盾 因为自己已经组成家庭了嘛 如果再去训练的话 可能就没有办法顾家了 可是当时心里也会觉得 我作为一名运动员 如果我去训练的话 我代表的是国家队 从我出道开始吧 上了国家队之后 所有的成绩都是在突破 那我也不希望 正好是我退下来的成绩 就往下掉 我会觉得我是个罪人 更何况 自己也一直在拿第二名 就看看能不能再努力一下 是不是可以拿到第一名 我们一般七天练六天嘛 练一天我都缓不过来 第二周又要上亮了 又要强强度 我就一直属于疲劳状态 最累的时候 走路都需要人扶 就是有人扶着我去搬车站 有人扶着我去食堂 然后再从食堂 扶到我回房间 那当然最后的话就是 至少结果还是蛮好的 中国队这一组所表达的主题是 金国英雄 紧接一个高度托局 短短的四分钟 姑娘们把所有劲都用出来了 97.300分 这个分数很高啊 是的 而这次我们也是再要恭喜 俄罗斯奥运队 拿到了这个项目的冠军 俄罗斯的话 确实是暂时是无法撼动 我们这个项目 其实结果并不掌握在 我们自己手中 其实更多的是做好这个过程 然后结果是裁判打分 好 然后第三个是 第三个是六个脑袋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 这是一个上升挺开的一个 哦 懂啊 那是开花瓣的那种 它自己本来是拖着的 因为想要有个高度 就把它们四个拖在水上面 对 拖在水上面 花瓣游泳其实在国内 还是属于冷门运动 像现在比完奥运会的话 可能更多的是 想要去推广花瓣游泳 有一些私信 它就会说 因为看到你 然后会让我的孩子 多去运动 也会有人说 因为你 然后想要去了解花瓣游泳 也很感谢大家 认可我的成绩 认可我这个人 其实最近也有人 一直在跟我说 你就三年了 今年过完也就两年了 你要不要再尝试一下 但是其实这种现象 我自己的话是不太接受的 因为名额就这么点 如果我一直在 占着这个名额 那人家想上来也会很难 我也是希望 更多的年轻运动员 能够成长上来 超越俄罗斯 一直是我们这一辈 努力的目标 如果我们这一辈 完成不了的话 可能是下一辈继续努力 希望在我 执教生涯过程中 有一天能够带着队员突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